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6時新聞報道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澳洲小鎖頭震B氏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好了,今天就是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今節回到第一宗要說就是成中熱話 想不到會比起星期五 等保安局宣佈究竟他的資金能否解凍 之前《蘋果日報》已經率先說自己不玩了 這個消息也挺突然的 是的 因為今個下午的時間 整個局勢變化萬千 本來他們的董事局出了一封信 基本上目標是熬到今個星期五 即是未來的星期六才是最後一份 不過他們也有寫定位置給自己走 就是說不排除了,可能會再早也不頂 出了這個新聞稿 都不夠前前後後 有沒有兩個小時,剩三個小時 其他行家已經收到封信 已經做了最後一天 就沒有了 明天明天星期四 6月24日星期四出了這一份 基本上可以說他們正式宣佈 就叫做完結了 嗯 他自己也公開說了 明天目標印100萬份 厲害,突破了50萬份 原來他們的廠廠吞吐量去到100萬份 其實這樣也挺厲害的 不知可不可以買多少份 不過如果印紙的數量較少 100萬份也算是可以的 明天可惠報返賺了這尊 蘋果日報的錢 變成絕享 可能一天賺了大半個月 甚至乎差不多接近一個月 蘋果日報的銷售量 那蘋果日報自己怎樣刊登 或者怎樣說呢 對於這件事 他說基於員工的安全 以及人手的考慮 決定在今天午夜之後 即時停止運作 嗯 說明明天6月24日 將會是最後一份實體報 網站也會在午夜之後停止更新 再一次都說 感謝讀者、訂戶、廣告客戶 以及香港人26年來的口愛和支持 在此別過珍重 不用再見了 不用再見 都是一件事 無論如何 都真是陪著香港走過四分一世紀 嗯 看他這段短短 從蘋果日報出的聲明 我不知道大家最留意到哪兩個字 或者留意到哪一個地方 我就很留意到兩個字 叫做安全 他寫了 基於員工安全和人手考慮 你又想營造一個氣氛出來 說現在在蘋果日報上班 很不安全 隨時會被人拘捕 記住一件事 你們違反了涉嫌 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是你們之前的一件事 就算你現在覺得有安全的風險 而不再做蘋果日報 你是彌補不了你們之前所做的問題 或者之前所寫一些文章也好 也有什麼project 會令到你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政府方面其實都強調過好幾次 正常地報道新聞是沒問題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你見有其他行家說 現在很擔心自己做新聞媒體嗎 又不見得 就算和你們一樣黃得爆的潤腸新聞 他們都是繼續做他們自己的事 是的 沒事 那些記者沒有處沒有爛 這件事都是這麼瘋 也沒有說要離職潮 如果你覺得你們這麼有安全的問題 為什麼其他黃媒又沒事呢 只有你們是這樣 這相當奇怪 這是相當好笑 現在到這個位置 就好心不要誣蔑政府 是他們搞到你們不敢再做下去了 現在有一種態度就是不敢做下去 因為怕我叫安全 人手方面 他也想扭到一個位置 因為他們怕了 基於安全理由 他們都不敢上班 甚至乎辭職 只包不住火 較早前你們工會方面 其實已經提過出來 對於高層那些的不滿 甚至乎在員工大會裡都說過一些 都擔心自己在《蘋果日報》這樣做法 寫的東西這麼瘋狂 那個紅線在哪裏 我們試想一下 當時那些人這樣問 其實不一定是問 不是問政府的紅線 其實是他們自己在《蘋果日報》裏做事 寫東西也好 做一些很黃友的報道也好 底線究竟在哪裏 你們自己沒有底線去做 踩過了 觸犯了《港區國安法》你們自己都不知道 現在不要在那裏複裏頭 這要強調再三強調 是的 我懷疑他們問底線是問沙膽紅的 我說不要這麼瘋了好嗎?洪哥 沙膽紅?沙膽紅我未必理會他們 問社長、副社長可能會好一點 這就一件事了 《動新聞》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基本上都是配合真是他們做這個報道內容的同事 來做出來 明天應該會有很多媒體 走去報攤訪問 或者那些黃友 最後的玩歌 可能出來敷天搶地 又有人說是政府害到他這樣 這樣那樣 政府沒有害到他 其實是他們自己做了一些很激烈的行為 來違反《港區國安法》 沒錯 你說蘋果會不會真的拿一塊白紙出來給他們買 那些人說白紙都買 那就是拿一百萬份白紙出來讓你買 白紙?可能大隻一些 什麼痛心疾首 或者可能引一堆員工有什麼心聲 另一個我們看到的問題就是 或者有些空月來風未必無恩的事情 他們都危危苦的 他說馬口炮 他們較早前已經開始鼓勵員工叫他們不用回來 我和大馬sir的看法都是一樣 做這些雜誌和媒體的人因為牽涉印刷的東西 和整份報紙裡面那麼多濕濕的東西 在家裏做是很難的 你哪個埋板去對 哪個去哪段 哪個照片拿去哪 哪一樣有沒有版權 簽文件 是很難合作到的事 你叫人家不用回來 你覺得很好笑 還說了 不要隨便讓人進入《壹傳媒》的大樓裡面 這是挺奇怪的事 為何要將人拒諸於門外 有什麼警惡呢 就算員工自己回去 叫大家沒有必要就不要回去 你們今天是不是在毀滅證據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我也是這樣想 是不是因為有些材料 或者有些底稿這些計劃 或者是一些事情不能被人看到 那就是毀滅證據 我最怕他們的證據 原來是一隻很細小的USB裡面 究竟 糟了你這隻USB在哪裡 清了牆 我們回來才慢慢收拾它 我們慢慢找 不關事的人就不要回來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到時候我們要看看 保安局星期五究竟是怎樣回應呢 其實他們自己是打了一個悲觀牌 或者自己挽救自己的 假如其實星期五就算保安局說不能夠放錢 或者有什麼理由不放錢 其實他們大可以去司法覆核 或者做不同的事情 你看 哪怕一個小小的大話爆眼淚 老作的爆眼淚 他都可以司法覆核再覆核 或者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難阻到警方公佈他的醫學報告 蘋果又怎會不可能呢 明天我們再看看 蘋果日報最後的一個早上的出版 究竟是怎樣 另外一點我也想說一下 他還留回自己的網站 不刪 似乎也有一點點玄機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網站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豐富的資源 報紙大家很難保持這麼久 但是如果有些網路上的 文章也好,新聞也好,不同的資源也好 大家其實很容易 如果真的做了他們的會員 你們很容易能夠在網路上找回 他們還保留著這個網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轉去做網媒呢? 嗯,有機會 還有 我覺得這個網站 用了這麼久時間去設定 會不會說沒有就沒有,說關就關 是的 這個也相當奇怪 會不會潔淨了一個 將這些有機會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資源 刪除了它 不行嗎? 會不會收拾它呢? 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有機會再找阿易德台人一起談談 好的 再說說另一些新聞 除了蘋果日報 有很多員工要離開人之外 還有他們一周刊的走匹少 之後有沒有勞資糾紛呢? 這樣那樣呢 我們就希望都不好 現在這個情況大家找工作都比較麻煩的 還有袋子應該都可能窄窄地了 說這些裁員或者一些人離職的問題 有傳這個港行又會再次裁員 現在說到最盡可能最低 最後只剩下大概100個空中服務員 真是少得都相當可憐 是的 100個還可不可以說是一間航空公司? 說句老實話 也可以的 這個是說空中服務員 還有其他人的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長假 放好長假但也有薪水 那你們還留不留在這裡? 之前有這些計劃 現在又有你了 香港航空在好幾天前向員工發信 就說隨著公司合併部門整整路 整合了其他服務之後 將會有一個新的結構 新的結構即是什麼? 就會有一些人變成 變成一些過剩的員工 可能要重新安排工作給他們 有一些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自願長假但有薪水 不過就很少 亦推出一些肥雞餐 叫他們只要好走 會不會都是一件好事呢? 說真的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長痛不如短痛吧 是的 我們這裡的航空公司都是這樣 現在就算公司再繼續說 又說加快步伐 調整什麼營運策略 來應對市場的變化 暫時我們來看 如果不是全球都多些人打了疫苗 或者對於疫苗有抗體 是足夠的話 其實這個航空市場 都很難可以回復之前 或者19以前的面貌 我們自己都很期待 好像突然間和飛機都絕了結束 真VC也算是好一點 我有內陸機 始終都是飛得比以前少了 你想想我 我經常情況很空險 等會有那裏 那裏是逆區的話 因為我小孩子住在很偏遠的地方 一定要轉機 很多時候就要轉到澳洲的色尼 或者澳洲的墨爾本 很不幸地 這兩個地方都成為了疫區 現在 沒錯 大家都要小心 再說說泛民47友 這班友有什麼新進展望 我們昨天都說過 有一個周嘉誠 他獲批保釋 這傢伙挺搞笑的 這傢伙挺多媒體 昨天走去區押所那邊 拍照 整個直播等他何時出來 他就換到黑色老西 今天走出法院 其實嚴格來說不是在區押所 他是在法院出回來 因為在法院審訊 審完之後 如果他沒事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拿了工具 他真的換到西裝 再出回來 很搞笑 跟大家說 揮揮揮手 壞的時代是好作品的溫床 但我見到這句話 我真是把握了 壞的時代 是有很多溫神存在 不是溫床 你們這些溫神 他們都有份做壞的時代出來 如果這個時代真的壞的話 這個時代的崩壞 基本上就是你這班人 在2019年6月 搞了一談叫反送中 而後來亦都將政治顏色 將香港撕裂成兩種陣形 互相的 有很多攻擊也好 批評也好 什麼都好 引申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現在變成了 你這樣說話 你是藍還是黃 還是你在說什麼 我覺得社會這樣 其實很不見 很不正常 有些人問我 當時 咦 你說 當時我們還有很多網友 最慘就是 不是社會分黃藍 是家裏分黃藍 小孩子是黃 爸爸媽媽他們是沒有認識的 但是他覺得有些幫助的小孩子 就覺得你不站在我那邊 你就是藍 或者那些家人怕他黃到會扔磚 或者做了一些違法行為 都以為沒問題 這樣就一輩子了 但是那些年輕人 當時就會覺得 這個為何去到這麼壞的時代 就是那些年輕人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以為這樣做 就是代表正義 捨我其誰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我走上前線 幫手足 這個時代真是嚇人了 不過隨著港區國安法 或者會不會之後 隨著蘋果日報 這些瘋的媒體沒落 會不會有一些好的改變呢 當然 你想想 蘋果日報 作惡 都26年 但平心議論 他一開始就沒那麼瘋 其實到了後期 2019年6月打後 他真的瘋得很厲害 他有一些的報道 我自己 雖然我沒有一份買回來 但我也有拍下來 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他竟然 在很多不同的報道裡面 寫到 警方 強行攻過去 那些人扔汽水油多彈子 扔磚 是為了保護自己 這樣說也可以 是嗎 相當好笑 相當令人害怕 還有他很瘋狂的就是 經常 他那些報紙 頭頭尾尾尾都會有什麼隱瞞的照片 很可惡 就是 爆眼的這件事 根本沒有這回事 他們都可以說得好像刺濟層的 是 相當過分 刚才周嘉诚不用再在里面蹦 能够保释 有一个不是保释那么简单 是营满出狱 就是传奇人物 陈振聪冲过 7月3日就营满出狱了 这个传奇人物 简直是香港传奇 那些什么众生机 什么古灵精怪 很多不同的东西 原来现在蹦下蹦下 都蹦到61岁了 其实他也是探知德国贫 大家都知道他做过什么 没错 我当时看到他被捕之后 我也有想过他出狱的时候会如何 会不会有人追访他 问他还没有在哪里有众生机 会不会收藏什么金人珠宝 在众生机的位置 我说一下过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都发生了很久的事 就说他偽造和行使虚假 已故华贸集团主席龚如芯 2006年的遗图 企图施吞 830亿港币的遗产 后来搞了很久 2013年7月的时候 被裁定偽造遗图聚醒 重判12年 转眼间12年了 这么快? 是的 12年了 不过他因为表现良好 扣减了刑期的三分之一 没这么快12年 8年多些 这就是一件事 看到他出来都可以叫做仿余格勢 不过他在监狱里面都叫好喝不倦 他没有这些黄油那些这么多激烈 又是热又是什么 你看他住了8年 差不多8年了 你看他一直 可能知道他的法力无边 他一直都是单独酬金 他负责贴信封的工作 他也报读了公开大学里面的中国文学 和香港历史的课程 别人都说什么 叫你洗衣服 又说什么 皮女的身躯没有灵魂 你看别人 贴完信封还有时间去读书 读了两个课程 读大学 不单止现在还有第三个读 因为你8年了 什么都读完了 还报读了浸讯会的神学课程 可以做陈神 我们有一个姓何叫何神 读神学的就是何神 他姓陈的读神学就是陈神 我以为是鸭神陈神 我再说一个 他们挺搞笑的 一时又说什么没食物 一时又说很热 又说瘦了 有个就去探 其中一个 屯门区前区议员 因为他已经辞职 张可三 探去人问他 要不要找邵家中搭路 拿些朱古力给他 他说怕胖 吃得太多了 就叫大家不要常常拿些朱古力给他 即使这些人 那些物资 真的叫多到爆 这些人 哈哈哈哈 就是 苹果日报 那里有一些铺 这些又说 苹果日报那边又说没得吃 他又说多到吃不完 证明了邵家中 那里的物资 真的叫相当丰富 我们不是说邵家中 可以随便拿进去给他 只不过因为他们吃的朱古力 要有分不同的牌子 所以就要特别找给他们 不是各样都有 邵家中 这一行已经顶了个龙头位 自己 好了 我们今天 网向六点钟 新闻报道 暂时来到这里 记住 大家如果真的 也是 想买一份苹果日报 来做个纪念 都可以 不一定有分黄或蓝 一个时代的终结 也好 不过我自己 这么看 到这一刻 我仍然认为他 绝对有很大机会 之后 会转型做一个网媒 大家一起留言说一下 好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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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